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的演 那么今天这节目呢 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财经话题 就是外资大幅度撤离中国这样一个话题 今天呢 有一个跨国巨头啊 也是离开了中国 那么现在官方呢 还没有报道 但是民间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先卖一个关子 大家好好的听一下 可以说外资持续的流出中国呀 让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焦虑 高层的频频喊话 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李强 还是国务院的办公厅 频频喊话留住外资 让外资加大投资中国 让外资对中国有更大的信心 但是外资啊 就是不为所动 看空中国的外资机构 可以说一大堆 而很多企业 很多跨国的巨头 更是实打实的跑路跑出中国 可以说是加速跑出中国啊 这种趋势啊 让中共政府也是非常之焦虑 那么刚刚在昨天的国务院的办公厅呢 发了一个大的文件 说要加大政策的力度 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的负名清单 开展放宽科技创新领域 外商投资准入的试点 目前呢 国务院办公厅呢 印发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的一个方案 行动方案呢 提出了五方面 二十四条措施啊 可以说是重磅 但是发这么多文啊 外资是否会留住呢 我们先看看他这个发文的一个内容啊 可以说以前的都是中国加入世贸 没有兑现的一些承诺 但是现在想兑现 别人已经不给你机会了 我们看看啊 他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 这些承诺是否靠谱 外商是否相信他们 那么在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呢 主要有这些内容 说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的措施 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私募基金 并依法开展各类的投资活动 这在以前是不让外资干的 那现在呢 像设立私募基金这种事情呢 开始允许外商涉足了 同时呢 还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领域的扩大开放 积极支持 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等领域 外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清单 允许享受相应的支持政策 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开展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准入的一个试点 以前像这些高端的电信啊 医疗啊 还有这些集成电路啊 生物医药 像这些可以说 都是中国政府啊 限制外商涉入的 外商涉入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按照中国入市的承诺 其实这些早就该兑现了 在2015年就该兑现了 但现在可以说晚了十年 你想兑现 别人已经不在乎了 不care你了 然后赚到钱就走了 因为你的政策 你的政治 你的经济环境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就算你现在把这些都放开 承诺别人可以进来赚钱 但是别人已经担心你的风险过高 而除了这些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呢 还承诺说扩大银行保险领域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 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 开展银行业的清算业务 支持外商的金融机构参与境内的债券的承销 这在以前可以说外商是想都不敢想的 同时来还扩大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的试点范围 规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管理企业 及基金在注册资本股东等方面的一些要求 拓展基金可以投资的范围 可以说这次承诺确实上中共是下了决心 而且是准备大放学了 因为这些以前呢 这些领域都是自己保守的一些领域啊 不让别人染指的 害怕别人窃取了你的国家机密 害怕别人控制了你的电信金融保险这些行业 但现在呢全部都承诺放开 可惜了外商已经是不为所动 已经晚了啊 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啊 最近呢 离开中国非常坚决的是西门子公司啊 那么这个信息是怎么转出来了 我看到的是蔡胜坤先生呢 他在他的推特上发的这样一个事情 他说前一天呢 一个朋友啊 转过来一段文字 也可以回见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 他说前天呢 一位在丹麦供值西门子的朋友啊 回国来上海出差 那么在他歇脚的酒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大家一起就聚聚聊聊天 他这次呢 带了几个下属来上海 办事就是把宁港的西门子啊 卖给一家国企 然后西门子呢 彻底撤离中国 走的不仅仅是一家西门子啊 以前靠西门子吃饭的一批 上下游的供应商 共八家的外商企业 都尾随西门子一起撤走啊 那么除此之外 整个中国依靠西门子吃饭的 上下游的企业 何止上千家呀 大家想想西门子一走 那么这些企业未来怎么办 转型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倒闭 他说西门子的制控原则 就是绝不用中国本土供应商的替代部件 所以一家西门子进驻中国 带来了一条外企产业链的供应链 西门子在宁港工厂的成品呢 直接从阳山港海运 以前了通往港区的公路大道上啊 集装箱卡车上面 基本上都是穿牛不息 货柜码头啊堆积如山 一眼是望不到尽头的 那个时候是非常繁忙的 那他说的可能就是2018年以前那些现象 但是现在呢 可以说路上一辆几卡都没有 货柜厂呢也是空的 阳山港呢看不到作业 几乎上是废掉了 以前集装箱没地方堆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空的 那么大的港口 他说西门子呢 耕耘中国呀近40年 与中国的官场关系非常之深 几乎垄断了中国政府的项目 再有西门子发包给其他德国企业 对此呢 德国议会啊 曾经发起对西门子的不法经营指控和调查 就像这样的欧洲老牌铁杆用户 基本上都离开了 可以说在外资里面 其实德国企业和中国是靠的比较近的啊 比如说韩资日资美资 基本上啊 离中国还是保留着一定的距离的 但是就算这样铁杆的德国企业 西门子德国巨头啊 和中国的政府的关系这么铁 还是在这个时候啊 选择离开了中国 可见呢 外资撤离中国多么之坚决 而且形势啊 恶化多么之严峻 那么他这个朋友啊 说出了促使西门子 做出锻炼脱钩痛苦 而重大决定的几件事 一个呢 是2022年上海的封城 曾经呢 我也说过上海封城 对外商 对外国人的打击是非常之重的 很多人在上海封城之间 连外国人可能都饿死了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更不要说很多外商企业在上海 可以说那个期间呢 一个红头文件就让你关厂 一个红头文件就不让你来上班 所以他们的损失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宁 这是外资外国人呢 在上海碰到的情况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俄乌战争和哈马斯的袭击事件之后啊 世界局势的发展 不利于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产业了 一方面呢 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已经无法正常理性沟通 另一方面呢 今天不舍得离开中国 那么明天你可能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所以西门子呢 砸锅卖铁 坚决的拔腿就走人 为什么说今天你舍不得离开中国 明天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大家看看美国的七大科技巨头啊 股票啊 非常强劲的是因为它 它是垄断了芯片 特别是AI芯片这些块 对不对 所以它的股价是涨上了天 那么像微软呢 亚马逊呢 其实表现都非常不错 谷歌表现都非常不错 但是唯独非常拉垮的是两家 但是如果关注美国的话 其实就可以发现 这两家就是苹果和特斯拉 为什么苹果和特斯拉的股价这么拉垮 基本上涨不上去 要么动不动就暴跌了 因为苹果和特斯拉 它的产业链 现在还严重的依赖中国 你看三星呢 索尼啊 其他的很多大企业 都已经从中国彻底转移出去了 差不多啊 特别是三星 大家看看啊 在2015年左右 基本上就从中国撤干净了 韩国人对中国还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大家看看 像苹果 像特斯拉这种 还把大量的工厂产业链 放在中国 还在中国制造 特别是苹果啊 在中国 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产能 留在了中国 基本上撤不出来 这个时候啊 不管它在印度 在东南亚怎么经营 想把产业链转出去 但是苹果就是犹豫不决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基本上已经坍塌了 对苹果产品的需求 特斯拉产品的需求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呢 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那么这些企业放在中国 它就是巨大的一个风险 未来如果中美关系恶化 中国和台湾打仗的话 像苹果特斯拉的产能呢 可能就撤不出来了 都要烂在中国 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环境 对苹果特斯拉 依赖中国产业链的这些企业啊 它长期的盈利能力 其实是有很大的打击的 很多评估机构 一评估就觉得未来 中国这块风险很大 那么你的产能撤不出来 这些地方的消费都非常直弱 而且呢 产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你未来的股价 未来的盈利啊 都会受到很大的调低 就是大幅度给你下调 那么这样一来呢 苹果和特斯拉 可以说就非常之衰 走势非常之弱 所以现在说 你现在不和中国隔离 那么未来可能你就失去整个世界 你和中国捆绑的越深 未来呢 你撤出中国的概率就越小 然后呢 你失去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市场 反观这些年呢 越是坚决的离开了中国 反而是发展的越好 你看看三星 看看谷歌 看看微软 对不对 从中国撤离出来之后 发展的越来越好 股价一飞冲天 可以说 那像苹果特斯拉 基本上就烂得不得了 所以说 未来你不和中国切割 那么你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我相信西门子这样的国际巨头 也是非常明白的 到这个时候 如果还看不出来的话 那就不配成为国际巨头 不配成为跨国公司 那么回到这个事情 再来说 这位朋友呢 是从哥本哈根 经过荷兰转飞机到上海 欧洲国家荷兰呢 它的航班是全满客 可以说全是中国人 都是加拿大 美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转飞中国 很多国家 连直飞中国的航班啊 都不愿意开 老板呢 都不情愿和你打交了 很多国家 现在和中国的直航 是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要到中国去 还要转到 但是想想 这样的情况之下 说明外商外资啊 对中国是极度看衰的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政府 就非常尴尬了 以前呢 你是觉得外资 会窃取你的技术 会是间谍 外商人员会在中国 窃取你的情报 所以盯外国人呢 像盯贼一样 可以说现在呢 别人外国人已经不来了 大家看看上海 大量的外国人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而且现在呢 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数量 也是急剧的下降 不到疫情之前的10% 外资公司的一些人员呢 也不愿意到中国来 比疫情之前呢 是大幅度的降低 现在可以说 包括出国留学的人员呢 以前在疫情之前呢 美国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呢 居然还有十多万人 我也是非常惊呆了 但现在只有几百人 所以大家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疫情了 三年清零 对外资 对外国人的信心打击 是非常之巨大 中国不想脱钩 别人已经要主动和你脱钩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个话一样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呢 可以说中国的闭关锁国的大门 是自己从内部锁死的 你只要把门主动打开 你和外资了 还有 你和外国还有接触的机会 别人还愿意来接纳你 那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这个门呢 是被别人从外面跟你锁上了 你里面想主动的打开门 已经打不开了 可以说已经太晚了 因为你做的太局太过分了 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 以后不会再和你打交道 这就是中共政府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方 已经没有人信你的鬼话 你的公信力已经归宁了 所以外资现在想到的唯一就是 赶紧撤资 加速快跑 离开中国 这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而这里呢 在外资中间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而外资投资不来了 外贸垮塌了 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中国的内需还旺盛的话 那么还可以内循环一段时间 还可以缓一缓 而目前来看 中国的内循环可以说 基本上是彻底没戏啊 中国的老百姓收入坍塌 楼市的垮塌之后 把中国老百姓的收入 一下子斩了一大截 很多家庭呢 变成了负资产 而要想促进内部的消费啊 可以说中国政府也是想了各种大招 但就是没有办法 消费刺激不起来 老百姓现在把钱存着 就是为了防生病防养脑 坚决的不消费 更可怕的是 中国新生儿的出生率啊 是不断的创新低啊 目前呢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 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 很多网友呢 也在谈论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的产科的关闭率啊 已经不断的升高了 就是中国医院的一些产科呀 很多地方都在关闭了 今年以来呢 中国江西浙江等地啊 又有多家医院停止了产科的服务 那么业内人士警告说 产科的寒冬悄悄的来临 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在他的官方微信上啊 就表示说 自2024年3月11日起 我愿停止产科服务 这一家省江山市中医院也宣称呢 根据医院产科业务的实际情况 自2024年2月1日起啊 本院不再勘展产科的业务 那么其实从去年开始呢 中国多家医院呢 有关产科关停或者是业务的调整 就已经引起了很多方面的关注 去年12月呢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州医院公告 就说不再开展产科的业务 而去年9月呢 浙江宁波一个地方呢 他的医院也是宣布不再开展 运产妇诊疗业务 去年5月呢 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公告 暂停产科的驻产服务 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啊 公布的数据 2016年到2023年呢 中国新生儿的数量 已经从1787万下降到了902万 蓝腰斩断了 那么中国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啊 可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了 2021年 妇产医院的数量 从2020年的807家 下降到了793家 而根据中国美日经济新闻等 当地媒体的报道呢 新生儿数量锐减 意味着许多医院的产科呀 无法继续运营 产科的寒冬呢 似乎正在降临中国 新生儿可以说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在产科接年关闭之际呢 那么由于面临着 因人口高龄化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啊 中国政策制定者呢 正努力解决如何提高年轻夫妻的生育率 由于高昂的育儿费用啊 不愿结婚或者暂时放弃职业生涯 以及在传统社会中的妇女仍然被视为主要的照顾者 并存在着性别歧视问题 导致许多中国的女性呢 选择不生孩子 因为现在生孩子成本非常之高 而且呢 很多年轻人都改变了观念 像日本韩国一样 自己都养不活了 那么还去生下一代 更加养不活 所以还不如单身潇洒一些 很多人婚都不解 你别说指望生小孩了 那么中国政府呢 正试图推出很多鼓励生育的一些措施啊 包括比如说银产惨价 为一些多生子女的家庭呢 提供金融和税收的优惠 以及住房的补贴 可以说这些啊 都不是实质性的奖励 基本上也是没什么用的 除非了你生一个小孩 给他发多少钱 每个月给他发多少来份 对不对 发来份钱 发保姆费 那么这样年轻人可能才会生一点 否则的话 你靠其他一些不痛不一样的激励措施 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大家还是不会生的 当年你的计划生育啊 大得有多狠 现在大家不愿意生的抑郁啊 就有多强可以说 因为根据相关的统计啊 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这样一个指标来算 中国是世界上养孩子成本 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很多人说今年是农年 很多老百姓会选择今年生农宝宝 中国今年的生育率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这也只是短暂的改变不了 中国人口长期大跌这样一个趋势 中国的出生率啊 还会遭遇更严峻的寒冬 在后面啊 现在才是刚刚开始 这也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恶果 也是中国经济萧潮出现的一个附带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只会更加恶化 不会有好转的机会 除非中国经济转世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好 这就是我关于中国当前的外资的一些情况 以及中国出生率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看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子 可以说非常之惨淡啊 无以复加 但是中国政府还没有改变改玄跟章的意思 还在错误的路上继续的走 还在为他们指明方向 还在为全世界指明方向 我们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只会越遭只会更难啊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的会员群 现在见会员群的朋友了 可以领取能印的一些合集自己编的一些书 包括了一些财机内的一些大卫的一些文章也都在里面 同时呢能演自己出版的一个专著啊 中国经济大小小这本书呢也可以进群购买啊 主要购买的是电子版 因为纸质版呢不能邮寄到中国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入群来购买这书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 里面信息量啊非常之大 可以让你受益无穷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接下来收听 再见 再见